那我们起先动念 这个动念是 凡夫都是贪嗔痴漫矣 内 有烦恼啊 贪嗔痴漫矣是烦恼啊 外有缘 缘是什么 是神相为触发 外面有这个东西 阴云一聚合了 就引起你的 这个跟 跟陈 相应的时候 人就生其贪嗔痴漫矣 那么贪嗔 生其这个就造业了 起了贪心 欢喜 不欢喜 其诚惠心 焉 焉恶 这个念头一动 阿雷也就有个种子 不要小看他 将来遇到缘 可真有麻烦了 所以佛教我们 要把这些 因跟语言 要看破 知道 他不是真理 你不知道 他起作用 知道呢 知道他不起作用 不起作用就是 他的语言 断掉了 语言 断掉就不能解骨 我这里有个 桃的种子 我不想要它 长成桃树 解骨 我把它放在 玻璃瓶里头 放一百年 它也不会发芽 为什么 它没有语言 所以音 不能断 断不了的 阿雷也的种子 刚才讲了 它根本不是物质现象 你找不到它 找到它 也没办法 所以这个音很厉害 但是语言呢 自己可以控制 我们阿雷也事里头 什么音都有 那我们今天发个愿 我们要佛的这个音 让它成熟 跟它加增上愿 那我们幸福 我们发愿往生 我们念阿弥陀佛 这就是给 极乐世界这个音 把它补 语言给它补足 那么将来起作用 就是极乐世界先前 我们如云一场 往生极乐世界 就做佛去了 就这么个道理 就做佛去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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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谢观看